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唐人环球直击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中共两会人事安排 军工系占比大 专家分析意图 硅谷银行倒闭引发恐慌 美国监管机构紧急应对 加州风暴引发洪水 数千人疏散 世界首枚3D打印火箭发射失败 首先来关注中国消息 周日上午 中国人大会议通过 新任总理李强提名的 所有高层官员 其中具有军工背景官员 比重的提升再次受到关注 学者分析 相关人士安排 更多出于维护中共政权的考量 并非保护国家安全 李强接任第八任国务院总理后 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由习近平的亲信丁薛祥担任 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 军工出身的刘国忠 以及曾经担任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总经理的张国清 出任副总理 换季名单中 公安部长王小红 既升为国务委员 称为副国级官员 长期主管武器装备 同时具有航太背景的李尚福 接替魏凤和 出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是否有指挥作战能力 遭到质疑 李尚福也是第一位被美国制裁的共军上将 专家认为具有军工背景的官僚被大量提拔 目的在于透过国防工业协助科技发展 可以看到军工系大局的进入北京当局 强化了整个军工系在发展金片里面的角色 当然就是以昨天的战略一体化又重申了国防工业的重要性 这个都是呼应到所谓的新型举国体制 未来的几年内都是会集中力量来发展金片 旅澳学者李源华分析 当前中共与世界各国为敌 政权非常不稳定 急需拉拢军队 维护其极权统治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丹霞 林岑欣 刘芳采访报道 美国硅谷银行周六无预警突然宣布倒闭 为遏制由此引发的恐慌 美国金融监管机构正在权衡设立一项新基金 为陷入困境的银行提供更多存款支持 周六 加利福尼亚州第一共和银行分行外拍起了长队 储户们忧心忡忡 想要提取现金 硅谷银行是美国第十六大银行 曾拥有资产2000多亿美元 专注投资初创公司 宣布倒闭48小时之前还被认为信用良好 只不过需要融资22.5亿美元 强化资产负债表 一些分析师和知名投资者周六警告 如果在周一之前没有解决方案 其他银行可能会面临储户提款的压力 导致危机蔓延 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正在权衡设立一项基金 为陷入困境的银行提供更多存款支持 但迄今还没有发表具体评论 白宫周六早些时候表示 总统拜登已与加州州长纽森进行了讨论 但未提供细节 据消息人士透露 美国新贷评级机构穆迪 几天前准备下调硅谷银行的信用评级 正是由于硅谷银行应对失策 最终导致连续两天的挤兑 硅谷银行被迫出售210亿美元的优质债券 造成18亿美元直接亏损 成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倒闭银行 美国银行市场由此蒸发超过1000亿美元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徐哲 林明迪综合报道 本周新一轮冬季风暴袭击美国加州 造成两人死亡 帕哈罗社区近2000人被疏散 蒙特雷县主管路易斯·阿莱赫表示 周六最新的一轮大集合风暴带来降水 引发帕哈罗河水月猛涨 冲垮一段大约30米的堤坝 抢险人员在绝口前试图加固堤坝 但最终未能成功 目前暴雨已造成两人丧生 帕哈罗社区拉丁一农场 大约1700名居民被疏散 居民分享的视频显示 齐夭高的洪水几乎淹没了房屋和车辆 抢险人员和加州国民警卫队 彻夜从洪水中救出超过50人 蒙特雷县在一份声明中说 当局挨家挨户通知并进行疏散工作 堤坝的修复工作于周六恢复 帕哈罗古地已种植草莓 苹果 花菜等文明 最近的风暴给加州带来了大量的雨雪 帮助缓解已经持续了三年的干旱状况 本周最新一轮降雨 由大气河的气象现象引发 这是自去年入冬以来 加州经历的第十次 大气河指空中的大气水汽密集输送带 宽可达数百公里 长可绵延数千公里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严峰综合报道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发表文章 《为什么会有人类后?在香港渐入民心》 香港一家餐厅经理拜读后感受至深 认为文章的内容超越了不同的宗教 为他在玄秘信仰的路上打开了一扇窗 他认为世界在纷繁的乱象中 正处于危险边缘 是人需要觉醒 李洪志师傅所说的这件事 真是他看到这个世界的走势是去到点 而且我们看回现今的世界的局势 新闻也都是我们在这个危险的边缘 香港退休餐厅经理Stanley表示 自己被李洪志师傅的文章内容吸引 重复拜读几次 感受到李洪志师傅讲出了人类的根本问题 我看完他这篇文章之后 就重复看了几次 就觉得他这篇文章第一的感受 哇 这位师傅 真是可以脱离宗教的甲膜 多次拜读让Stanley对造物主有了更深刻的印象 从中也使他对信仰有了更深的了解和领会 做物主做到人类之后 知道人类为什么会有这种七情六欲 罪恶 善意 善心的情况出现 我就感觉到是做物主给我们这些人 一个学习和一个考验 我一直在掩讨自己的生活行为 以及以后社会人类的社会市民 所受到的一切一切 就想起为什么会有分正义和罪恶呢 他非常认同李洪志师傅对轮回的讲法 感受到人要行善基辅减少业债 你们人类出身来这个世界是学习 学习去怎样成为一个洁净的人 如果你想脱离轮回 不想再做一个有肉体的人 或者回归上主身边的时候 或者说是佛教的极乐世界的时候 你就要行善 积福 减少你的业 他表示这篇文章好值得世人去阅读和领略 认为人应该要醒觉 要在神带领下走正确的路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吴雪儿 于刚 香港报道 3月10日晚 美国神院巡回艺术团 在加拿大亚伯达省卡尔加里 惊喜剧院的首场演出 气氛热烈 首次观看演出的艺术基金会 执行董事贝尔纳戴特为之倾倒 圣赞神院是无以伦比的艺术 传递的信息意义非凡 第一次拍摄 最终的舞蹈非常刺激 想象是五千岁 同时 带着这艺术艺 这艺术的舞蹈 也带着非常重要的信息 爱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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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都觉得非常有趣 神韵以舞蹈讲述故事的方式 和现场神韵交响乐团 让杰罗纳佐女士印象深刻 有些故事有点影响了我 所以我非常感动 这故事描述现现代中国的故事 这故事我认为非常重要 和神韵以为神韵以为 在这种艺术艺术的方式 我非常感激 为了解到演员们将打坐冥想 融入平时训练 杰罗纳佐赞叹不已 认为这赋予了演出神性的一面 I was very impressed to learn that in reading the brochure that the dancers actually spend time in meditation and that they use this as part of their training and so there's this spiritual aspect of togetherness and knowing that you are part of something that is conveying beauty and skill skill beauty and skill and at the same time telling important giving important lessons I would say to the audience I think is quite wonderful 杰罗纳佐女士非常感谢神韵艺术家们的奉献 感恩神韵带来希望 让人焕然一新 I would like to say thank you very much with all of my heart I think we are so grateful that the artists are taking all of this time to dedicate their life to dance which I think is a beautiful art form and one that is unsurpassed in the idea of conveying both emotion and storyline with music So to all of the artists and the musicians w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all of your dedication and for bringing such a wonderful production to Calgary we are very grateful I think this message is one that humanity needs to hear because as we enter this time in our history on earth the sense of the divine coming to provide hope and a sense of renewal I think is one that we all need to hold on to and so for Shen Yun to deliver this message and to make it very vocal I think was a beautiful beautiful gesture for all of us and so I'm grateful again for this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威舒燦 加拿大卡爾加里報導 台灣觀光推廣展 法國巴黎盛大舉行 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 日前到愛荷華州發表演講 同時也宣傳他的新書 外界猜測 德桑蒂斯是在為參選總統進行試水 3月10日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 來到愛荷華州發表講話 同時宣傳他的新書《自由的勇氣》 德桑蒂斯承諾將響應對抗左派的決心主義 來守護傳統價值 德桑蒂斯也在講話中提及佛州與愛荷華州 應對疫情的理念一致 沒有採取極端封城或各種強制性措施 另外他也表示要認清共產主義陷阱 在佛州校園已經為此增設了新的科目 本月美國前總統川普也將到訪愛荷華州 外界認為雖然德桑蒂斯並未公佈參選 但他的搶先到訪是為了參加總統大選進行試水 當地將在明年初舉行共和黨黨內提名初選 德桑蒂斯在完成愛荷華州的行程後 還將在11號前往另一個初選重鎮內華達州 西南人記者宇婷總號報導 來自台灣的代表團 日前在巴黎舉辦了台灣觀光推廣會 台灣駐德國的台北觀光辦事處主任表示 法國是台灣在歐洲的第二大旅遊市場 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 此次展會由台灣交通部觀光局、航空公司和旅行社等 20多個旅遊業者參加 以及30多個法國旅遊業代表出席 此前 台灣代表團於3月7日至9日參加了在柏林舉行的ITB旅遊展 因為我們也發現其實有越來越多的法國朋友們 他們越來越想瞭解台灣 對他們有興趣想到好玩去看看 所以我們這次特別過來辦了一個workshop 那我們也帶來了我們台灣的旅行社業者 希望他們可以在這邊面對面跟這邊的業者 好好地來溝通 然後來創造商機 台灣駐法國代表處大使吳志忠先生出席了展會 他表示台灣在經歷了疫情處理上的顯著成效 以及面對來自中共的種種威脅後 越來越受國際矚目 大家對台灣都很感興趣 台灣裡面有最美好的中華文化 然後也有歐洲的民主自由 然後有日本的那個細緻 然後現在又有新的來自東南亞的文化進來 法國人真的是對台灣越來越有興趣 那我們現在當然我們自己 我們的政府 我們的民間 我們的業者都要好好把握這個契機 這將會成為促進台法關係的一個很重要的動力 活動現場還有茶藝師介紹台灣茶文化 以及客家遊職三彩繪等文化體驗 讓業者體驗台灣的好客之心 款待之情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陳婉言 清風 巴黎採訪報導 古巴藝美國作家揭露共產主義分面目 2020年7月以來 成千上萬的古巴人持續抗議 要求變革 自由 結束古巴共產主義 近日 古巴海外民主機構聯合創辦人 作家奧蘭多接受英文大紀元專訪時 探討共產主義如何利用和摧毀古巴 以及古巴人民堅持追求自由的故事 古巴人必須自己決定 宇宙有一個道德結構 如果你把那個道德結構加入到你的自由意識 那麼你就會自由 一種在任何物質方面都無法比擬的自由 這是古巴民族的承諾 古巴民主機構聯合創辦人 作家古鐵雷斯·伯勒納特 引述古巴哲學家何塞·馬蒂的話說 古巴人一直深信道德和自由 卡斯特羅和馬格拉在1950年代後期 在古巴推行共產主義 一直遭到古巴人民的反抗 來自古巴人的不屈不撓的抵抗 63年的抵抗 我們沒有放棄 因為這是超然的 古鐵雷斯·伯勒納特7歲來到美國 幾十年來 他在世界各地奔走 揭露古巴政權的殘暴統治 我目睹了共產主義如何拆散我的家庭 如何將他們分開 我們再也沒有見過心愛的家人 因為一旦離開就無法返回古巴 在巴拿馬 我們遭古巴大使館暴徒 和當地古巴政權爪牙的襲擊 有些人受重傷 我斷了兩根肋骨 膝蓋撕裂 需要進行修復手術 古鐵雷斯·伯勒納特最近出版新書《古巴謊言的教條》 揭露古巴當局的宣傳謊言 這個政權是共產主義暴政 在拉丁美洲擴張的平臺 在委內瑞拉 尼加拉瓜 玻利維亞 現在也許還有智利和哥倫比亞 他還表示 有證據表明 古巴政權對人民的鎮壓 中共也參與其中 是的 真相已經揭穿 有照片和圖為證 來自中共武裝警察的教官 顯然是鎮壓香港民主抗議活動的主力 在訓練卡斯特羅政權的特種部隊鎮壓古巴人民 古鐵雷斯·伯勒納特從自身經歷深刻體會到 自由意味著什麼 所以我知道自由意味著什麼 自由不是理論 自由是現實 是一種生活方式 這是為人類狀態揭持的奧秘 因為它在精神上提升了 所以不能拋棄 雖然我以身為美國人而自豪 我深深地愛著美國 在一個充滿機會的國家長大 但我靈魂的一部分是古巴人 靈魂深處是古巴人 古鐵雷斯·伯勒納特說 2022年1月以來 超過20萬古巴人抵達美國 成千上萬的古巴人在美國持續抗議 要求結束古巴共產主義政權 新唐人電視台紐約報導 世界首枚3D打印火箭發射失敗 世界第一枚3D列印火箭 周六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的卡納維拉爾角 太空部隊站發射失敗 這枚名為人族一號的火箭 85%的核金部分 由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太空初創企業 相對冷空間採用3D列印技術製造 高33.5米 直径2.2米 周六下午點火程序啟動後 火箭並沒有離開地面升空 周六發射失敗的原因還未公布 原定於上周三的首次發射 在最後一刻因推進機溫度問題被取消 下一次發射的時間還沒有確定 但團隊至少需要兩天時間補充推進機燃料 採用3D列印技術製造火箭的目的 是希望利用自動化生產線 簡化程序 節約成本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徐哲 林明迪綜合報導 感謝您收看這次的新唐人環球直擊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